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 看 允许动态更新还是不允许 对不对 这里要想允许动态更新 对于温度史来讲 必须在预环境 也就是有个态度 活动不住环境下 才可以做自动更新 我们现在装预了吧 没有吧 所以全都是什么 不允许 人家我们讲这些东西都做一下 其实也没太大缺 它只是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吧 只是会向服务器当中发一些数据 然后做一些同步 好了 我们现在不要 那么主区域 现在是不是就建立完成 然后呢 再建一个什么 反向区域吧 反向区域 同样主区域 然后呢 IPv4 的吧 同样 好了 网段 多少 216 对吧 啊 好了 下一步 看 一旦做反向区域 它会把我的区域名自己写出来 编成 216 把我的 IP地址返过来 我写了 192.168.216 吧 这块写了啥 这个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看到了 各位 不是吧 不要乱改 这东西一旦改完之后 你的定案是全部丧失作用 听懂了 后面 我们配音乐器的时候 它也一样 那 我们这里是不是只是创建的区域名 啊 真正的完整的日文 IP 还没写进去呢 明白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 下一步 然后呢 不允许东西的东西 确定 好了 两个区域是不是创建完了 创建完了吧 但是 里面是没有任何正算解析的 没有解析的 那么看 它里面默认有两个记录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SOA 另外一个叫做NS 起始授权记录和名称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份证片 我们写了吧 应该是 这里 各位 起始授权记录 定义了这个区域当中的所有的基本信息 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呢 NS 名称记录 它其实是从 SOA 记录当中获取的一些信息 标称在这里 这两个是 自动生成的 不需要手工写 OK 你们也不要去改 听懂了啊 如果是Bness 我们也需要手工复制 不是需要你手工写的 明白 好了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看看里面写什么了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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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 记录 熟悉 看 有什么 常规里面是不是写了区域的文件名 我区域名写完 我把这个域名写完之后 它是不是就会自动创建区域文件名 我说区域就是要保存数据了 文件名有了 里面其实现在只有两个记录 一个是SOA的 另外一个是S 里面其实还没有其他东西 看到了啊 然后呢 SOA记录 首先它是我们的第一号主机内容 服务器的主机名 这些都是假的 OK 然后呢 各位 这些其实都是里面 这些时间 记录时间 它里面记录了一些 比如说刷新时间 重视时间 过期时间等等 OK 那在这里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三天五到七 还是一天 现在二人八成改了 原先的标准的默认都是三天 一小七 现在全部它都 刚刚那个是不是DACP的这个是也这样 八天大概是六天了 是吧 但是我们还是说 这只是一个公用的 诶 哦 你给我倒了 OK 这只是一个公用的具体时间 面部一定是一个固定值 当然能改 对吧 好 好了 这里面呢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问题没有 区域传送都没有 好吧 这就是SOA 看看NS记录里面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里面 其实里面啥里面有 是吧 好 各位 各位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解释的是 IC加康复 我要访问的是谁 3W加IC加康复嘛 那这个3W写在哪 右键 然后创立键 A记录 来 看看我那边 A记录是主机记录 它用作把域名翻译成IP 而PTR叫做指针记录 它用来把IP翻译成为域名 LMS是邮件交叉记录 它是用来做邮件交换的 我们配邮件才需要 否则不需要 OK 这里还有一个SRV服务 这个用的很少 还有一个别名 别人的话就是什么 我3W是不是映射到了我的IP上 我下次再写一个什么FTP 是不是还要映射 很麻烦 那我是可以干嘛 创建FTP是3W的别名 它是不是跟3W完全一样 翻译起来是不是很方便 啥意思 当你在做基本创建的时候 你是感动不到方便的意思 比如说 我要解写3W 我是不是要添加一条A记录 3W是不是对你对原偏 我要解写FTP 如果是创建A记录 同样是FTP和A记录 是不是指向这个IP 那我要是创建别人了 是不是也要创建一条编织记录 3W是不是指向这个 FTP是不是指向3W的 其实在创建的时候 你是感动不到的时候方便 同样是都是要新年纪录 但是 但是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的对方的IP地址换了 我改IP了 你明白我说什么 如果你的每一个域名都是手中创建的 你是吧 每一个域名是不是都要手中去改IP 明白 但用了别的名字呢 怎么 我是不是只要改第一个 后面要说全都一一印射 明白我说什么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来 先创建一个A记录 好吧 好吧 创建的是谁 A记录吧 然后呢 写入3W 注意啊 看 这后面可坚决不能再写3W的A记录 为啥 看 因为你的区域在这里名字 是不是都已经齐好了 看到了 所以它是不是会自动在后面 补一个3W 啊不是 A记录 看到了 所以你只要干嘛 在这里干嘛 192 168 216.25 可别啊 然后添价 好了 确定 有了 看 有了吗 有了吧 如果还需要别的 右键 新键 别名 新键一个FTP OK 然后它映射到谁 3W 加 IC.com 也可以干嘛 在这里选浏览 因为我这里是不是已经创建了一个 IC.com 看到了 看到了 做了一样 是不是跟你手工写一样 这样的话 FTP是不是就是3W的别名 啊 访问FTP实际上是不是访问的 就跟3W一样访问的是一个IP 对吧 但是 一旦我需要改IP 我是不是只要改这一个 FTP是不是也就会跟着改 明白吗 但是如果我的FTP 比如说我在创建的不是别人 而创建的还是这个A记录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叫做不肯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叫做不肯 然后同样手工写 我创建的是它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添加确定 那我一旦改了IP 两个记录是不是都要手工改 能听懂吗 创建别人是不是要稍微方便点 明白了 能说什么 你听懂吗 别人是不是直接运输到3W上了 所以你只要改3W是不是剩下都改了 如果手工碰上衣服 我们两个都要改 明白 啊 好了 一旦改完 重洗一下 重洗 好了 接下来 看啊 我在上面 我在这儿改 我把我的DNS指向 谁 多少 252吧 直过去 然后呢 我把我的House的文件给 改过来 我刚刚House的文件是不是注释了这个 域名 啊 那我现在干嘛 注释了 可以吧 它跟Linux的注释一样 请号 看到了 然后 到时候 走嘞 看 我现在去PIN一下 按C加康 通了 通了吗 通了吗 PIN的是谁 二伯 二伯 看到了 你说什么 各位 那你们每个人 只要干嘛 把你们的 DS 是不是指导了这台服务场 你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我们 解释IC了 能听到 有问题吗 有没有 那我问你们 有没有问题 好吧 啊 那我能不能 假设 如果我的 我们现在的局域网 能上网 能访问工吗 我的虚拟机也能访问工吗 OK 那我能不能 我的客户机 就写这个IP 就写这个DS 来访问工吗 各位 我通过这个虚拟机的DS 能不能访工 能不能 能不能 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 能不能 可以 能不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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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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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好 我们说了 这是不是就是刚刚讲的原理 啊 他是不是这台服务器 是不是不会知道所有的 包括我们配的222 9106都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谁 他知道谁 根据 他怎么知道的 看 在我们DS里 打开 找到这台DS 数据 然后 根据室 看 13个根据IP 在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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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装完 这的时候都有 能看到吗 所以 他能找得着根据吗 能吗 能 他都能找得着 国家主席吧 是他这些家伙 还在发现吗 当然 可以一步一步来进行 所以我问你 我自己在虚拟机里 配的这个DS 能访工吗 能吗 能吗 那好 那他 能吗 确定能 那他跟 真正的 在互联网上的 这个DS 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 有区别吗 区别是什么 不对 不是 什么意思 区别在哪 通过他 是否能找到病 然后是能解析 其他的 有个所有 五星万 这些人是都能解析 但是 哪个服务器 能找到他了 我现在是写IC给他了 他就找到他了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服务器 是没有在DS服务器体系当中注册 你明白我说什么 也就是说 通过老仿的外面没问题 但是外面不能通过他 找到我 明白 因为我没有注册 在DS体系当中 其实IC小商务 是不可能注册的 因为这个预约已经被人干净了 是一个国外的公司 我查过 不知道是干嘛 打开箱是一个 就是为了抢下预约 就是为了把预约抢下 得到原版 但是到现在还没认 只是 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晶片网页 也不知道干嘛 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我看了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在内网 局限网的人通过他好问 IC小商务 说看的是我的二位 但是公网的人 他肯定不能找到他了 因为他已经加进来 他要干嘛 他访问的是不是就是 那个国外的那个IC小商务 听懂老子 说什么 你听懂啊 很累 如果要想太多 他就这样使用 他还是必要去外博 去我们的这个 预约分配商 然后去他来做事情 首先是要申请一个 给你访问的预约 IC是不是肯定不行 申请一个是没有被注册的预约 然后呢 把他的九级权限时 要回来 在我自己的服务器 来解析 然后公网的点 看我是很想的 听懂老子说什么 你说 再说一遍 公网他上公网那问题 但是公网找不到他 因为你没有备证 没有注册 也没有备案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嗯 他都访问过我了 因为原理图在这 看到了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好了 会了吗 正向解析 会了吗 对 啊 很简单吧 嗯 那不光3W可以用的 FTP是别人能用的 啊 因为FTP是别名 能用了吧 好了 然后 各位 讲一个真正的解析命令 这个解析命令是 资源记录类型 还没写 好吧 我写一下 NS LOOKUP 这是DS的真正解析命令 OK 它可以后面直接加什么 域名 回车之后 它能看到你的 DS服务器的IP OK 然后呢 能够解析到域名 OK 这里还不知道这个 服务器的名字 因为我都没有解析 服务器的名字 其实应该是没有做 反弹解析的名 OK 好吧 但是也可以干嘛 NS LOOKUP 直接回车 然后进来之后 在这里随便写 比如说 3W.ic.com 有了吧 但是 这里是不是还少弄 那我们来做一个 反向域名 现在 反向区域 在这了吧 新建什么 指针记录吧 我说了 反向的是不是 应该是PTR记录 指针 然后呢 IP的这个地址 我们写的是 252 可以吧 注意 它会把它写成 这个 真正的完全合格域名 对DS生效 它会把IP反过来 然后 后面是不是写 这个内容 啊 能看到 这是固定的 还有啊 我这里只用写252 因为 看 网段是不是就已经写在上面了 啊 你这会儿如果再写这192 118.252 那是不是就不对了 能听到啊 然后 主机名 什么 好了 确定就行了 非常简单 有了吧 重启 来 重新解析 看 有了吗 有了吧 然后去解析我的某一个域名 只要你做了这个正算记录 是不是就有 啊 好了 好吧 它在 它在 哎 第一个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后面是不是再找第二个 我们 有备份了吗 主机S就写了一个 云彩 我们再试试 再试一下 HTB 没问题 就刚刚还是在 再去找第二个这个备份服务器再找 但是 现在的名字是不是都没问题了 因为反向接触是不是很难了 好吗 好了 KIT 突出 好了 DS的基本使用方式 有问题 啊 至于 这个什么的 转发器 我们都不讲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它的作用 其实是什么 把你的请求 发送到其他的服务器当中 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迭代查询 还可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可以 简直说 你如果在菊宝妹 有两台DS 第一个DS找不到的时候 它会可以去请求第二个DS 明白 你们到时候可以做实验 可以干嘛 一人配一个DS 你们每人解决一定的 然后呢 配一个转发器干嘛 把我的DS请求 是不是可以发到你的镜像机上 那这样的话 我的DS上面虽然有解析 比如说 我们有解析谈定号 你在看我 但是你只要做配的转发器 你就可以解析到它的这个名字 明白 它需要两个DS做支持 OK 不难 好了 配置起来都非常简单 我们重点讲的 是不是还是原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啊 配起来是不是还是很简单的 各位 提醒你们 这个要求记下来 这张幻灯片 还有一个 这张幻灯片 要求给我对起来 OK 会抽查 可以吧 考试的 知道吗 没写了 知道吗 这两张幻灯片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好